好 带你来看文策月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亮眼的策划 那就是11月17号今天起登场的 TCCF创意内容大会 主轴是希望达到一个国际市场 两场创意晚会三大主题展区 五场创新展演 六天有效充电十大升级亮点 有超过100场的媒合活动 希望可以打开文化内容商展的想象 注入欣赏集 以Human Touch 重感未来为主题 把电影 电视 漫画出版 音乐 视觉艺术 等元素概念 化成符号意象 这是文策月年度大会 TCCF创意内容大会的主视觉 TCCF创意内容大会 结合过去的台北电视内容交易 及创投媒合会 还有文化科技论坛 将在十一月十七号到二十二号登场 整合台湾文化内容品牌 邀请国际买家 透过线上或是实体参与 要让MIT有更多的可能性 展会三大特色 第一从台湾出发结合文策院 在内容开发国际核制 创投媒合所推出的开发助攻机制 第二面向国际市场 汇集全球买家及数位线上展示交易服务 吸引全球专业人士投资台湾 第三引领未来内容趋势 文策院将尽可能有效整合过去已知的影视 动画 音乐新媒体等内容 还把出版漫画表演艺术未来内容等纳入进去 希望能够做到行销 媒合将IP产值极大化 在形式上也导入新的思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推出了线上媒合机制 线上国内外大师观点论坛等 文策院更和VR社群平台开发商SRSPACE 携手打造延展实境的虚拟展示商务空间 已经吸引上百名国外业者报名参加 今年参与台湾品牌 艺文介有幽然神谷 晃艺工作室 陈浸市内容创作家林昆颖 以及台湾大小影视产业等相当丰富 才短短成立一年的文策院 挖掘台湾丰沛文创实力 形塑台湾整体的创意文化概念品牌 要带领台湾作品走向国际市场 华视新闻 黄瑞玲 林志淳 专题报导